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志在冲击奖牌的U23国家队来说 首战客位志在地德 专访亚运国家陈丁丁 从小就不服输世界杯 梦从亚运起步球队 接待冲击奖牌在中国男族的历史上 亚运会并不是最重要的战场 但在1994年的广岛和1998年的曼谷 中国队分别拿到银牌和铜牌 这也是出色的战绩 也是一代中国球迷的回忆 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 中国男族在亚运会的战绩每况愈下 上届韩国人传举行的亚运会 中国男族仅拿到第15名 是参加亚运会以来最差的战绩 在今年1月的U23亚洲杯中 马扎洛宁率领的U23国家队 在小组赛中一胜二负被淘汰出局 次次出征亚运会 正是年初那只小组没有出现的队伍 用球员们的话说 终于又一次有了证明自己的机会 此次亚运会 球队把目标定在导八中次 并在这个基础上去冲击奖牌 在球队中 海归张宇宁字不必说 邓汉文 梅士豪 黄子昌 高准毅 何超 刘一鸣等球员都曾入选过一批的国家队 至少在打赛经验上 这批球员还是具备一定优势的 此前 U23国家队 一直在马达洛宁的率领下进行集训 在此期间 球队分别以2比1和3比2几外的马来西亚和伊朗 虽然比赛过程中存在一些颇为低级的问题 但两场胜利对于球队士气的提升是明显的 按照赛程 中国队在小组中将先后与东地位 区利亚和阿联球交手 小组前两名直接出现 而6个小组中4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也将晋级 因此从小组中突围 对于U23国家队来说难度不大 所以在小组赛期间 全队还是应该放平心态 把每一步给走得扎实 据悉 国家队主帅李皮将于近日前往印尼 为球队的几战术出谋划策 对手两次刺痛中国足球 对于东地位这支球队 很多球迷都比较陌生 2002年5月20日 东地位正式独立 该国也是21世纪第一个新生的国家 该国国土面积14874平方公里 海岸线全长735公里 目前在国际组联的排名中 东地位国家队排在第190位 据悉 此次出战亚运会的东地位队 是以1997年出生的球员为主 因此在整体上 他们比U23国家队小两岁左右 虽然东地位的足球没什么名气 但该队也曾两次给中国队制造了麻烦 2009年9月 U16国少队曾在亚上赛的预选赛中 以0比0与东地位队占平 这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而在2013年的亚洲青少年运动会中 陈耀东所率领的U19国卿队 也曾以0比1不敌东地位队 在去年U23要周围的预选赛中 东地位以0比0并挺了韩国队 因为东地位与一年气候条件极为相似 因此球员们对于苏里昂的气温更为熟悉 对于这样的对手 U23国家队 还是要保持足够的警惕才行 ZN的脸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